我們進到這個39月來試看看行動裝置這個九頭的部分 那麼一樣我找一顆按鈕 所以我們在最下面再進來 我們再找一顆遙控器的按鈕 剛剛用到好像第四顆了 我找第五顆好了 我找第五顆來按 遙控器的按鈕 當我按下第五顆的時候 來做這個九軸的辨識 放開就不做了 好不好 放開我們手機就釋放了 就不要再動來動去了 所以我也再複製一份 這樣子 當我放開 所以我現在先準備兩顆 一個是按下五 一個是放開五 這樣OK 那麼行動裝置九軸的那個控制 也是在進階功能裡面 在左手邊進階功能 我們看一下 左手邊進階功能 有沒有一個叫行動裝置 好 你看 最後面一個第四顆 是不是停止 我把它拿出來 當我放開五的時候 就不做這件事情 再來 我要做的時候 我們就把第一顆拿進來 第一顆 第一顆 但是這邊您可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裡有 可以偵測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旋轉跟翻轉 老師知道旋轉跟翻轉差在哪裡 手機要怎麼樣叫旋轉 怎麼樣叫翻轉 這個有點像 老師有玩過那個像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Xbox 它不是有那種 體感的 或者像Wi不是有那個 可以用一支遙控器有沒有 有點類似的概念 你看我們在簡報上面這裡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動作 這樣子叫做翻轉 有沒有這樣垂直的 如果你是 這一種的 就是 這樣子的 這樣 有沒有 這樣叫做旋轉 所以這樣還是看不懂 就直接看這個 這樣子 叫做翻轉 如果我拿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叫翻轉 這樣子叫旋轉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還可以偵測一個 叫做什麼 加速度 那老師應該很清楚 什麼叫加速度 對不對 這樣叫加速度 所以如果 你要玩加速度的 你自己玩 其實加速度可以玩一個地方 就是 掉下來 自己用有點像這樣有沒有 好像打球啊 對不對 那個概念 好 好 所以我們用這個 這個 那 這裡呢 我們再找找它的積目 你看 看你是要水平 翻轉或垂直翻轉 好 我們如果用這個翻轉 丟進來不行 對不對 因為它才少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看一下 所以當我去翻轉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事情 好 翻轉 那 我看一下 如果這邊就需要一個東西 來給你看一下 官方的教學 它需要一個判斷 如果怎樣就怎樣 因為水平翻轉 這邊會有一個角度 對不對 所以這裡呢 就會需要一個 動作 如果怎樣的時候 這邊都顯示 我看一下旋轉 好 這裡沒有 這裡它沒有顯示出來 那 我用我的給你看 好了 這裡 基本功能 我們程式都有 如果怎樣就怎樣 對不對 好來看一下 邏輯 這個就是所謂的邏輯 在左手邊 基本功能裡面的邏輯 你可以找到 如果 好 我把它丟出來 如果 什麼樣的情形 後面就是一個條件 後面需要一個條件 如果發生什麼條件 我就做什麼動作 那 這裡面呢 你是不是有開燈跟關燈 所以 如果說 只有一個條件不夠 你可以點這個齒輪 齒輪 按下去 有沒有看到否則 如果或否則 那 我們只要兩個條件 我就是加否則 但是不是往下拉 是拉到右手邊 有沒有 就是這個齒輪 打開之後 打開之後 你把這個 丟過來 丟到這邊 那 一樣的 如果你不要了 就把這個 丟回來 這樣是不是就沒有了 你看我把它丟過來之後 有沒有下面 多了一個條件 就不符合這個條件 就是做什麼條件 那如果你要三個條件以上 就否則 如果怎樣就怎樣 是不是又多一個 這樣子 是不是又第三個條件 又跑出來了 所以 了解它的一個操作方式之後 我們先增加一個否則 用完了 請你再按一下齒輪 把它收起來 就是我先給它一個條件 那 什麼樣的條件 因為我們左右翻轉的話 左右翻轉 往右邊是正 往左邊是負 就是它的數值 你看這個官方網站上面這裡 它這樣是不是左右搖晃 對不對 它是搖晃的 那它上面的就會有這個數值顯示給你看 我們是這樣子的翻轉 有沒有 所以它就是 左右翻轉 往右邊是正 往左邊是負 所以我只要是數值是正的 就開燈 如果數值是負的 我就關燈 這樣可以嗎 反正如果不是正的就是負的 所以我們剛用否則 所以現在呢 條件在哪裡 一樣在邏輯判斷這個基目裡面 這個就是條件 第二顆 第二顆就是它的條件 所以我把它拉拉拉拉拉過來 放進來 有沒有 我偵測到的什麼數值 大於等於什麼樣的 基本值 有沒有找到呢 好 那我是不是要偵測什麼 翻轉的 對不對 水平翻轉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去找 剛剛的行動裝置這裡 我現在行動裝置 水平翻轉 它的水平翻轉 你看這裡面有水平 前後是左右 我應該是用左右啦 因為我要左右翻 前後翻是這樣子 這樣 這樣 這樣叫前後翻 那水平是這樣子旋轉 有沒有 三個方向都可以 我要的是左右翻 好 如果我的左右翻 往右邊是正的 如果它大於0的話 是不是正的 大於0是這個數字 我就找數學字 用基目最難的方法就是這裡 就是你的類型要搞對 如果你弄錯了 它就不行啊 如果大於0的時候 我就把燈打開 我就把LED燈 我就找到LED燈 收起來 收起來 LED燈 把它打開 那否則 是不是就把LED燈關掉 OFF 這樣OK嗎 所以 你現在就可以試看看喔 當你按住 我們的 執行了之後 你可以用你的行動裝置 不好意思喔 這電腦上沒辦法執行 沒辦法把電腦整個翻過來 哈哈哈 它也沒有那個九頭感測器 所以 你這個執行看看 一樣喔 程式改變了 QRQ要重新再掃一次喔 你按住5 讓你的手機翻轉看看 看看這樣會不會開燈或關燈 好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好嗎 沒有 我可以嗎 好嗎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